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在美式的时候都特别的喜欢到其他地方游玩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人都会选择火车当做自己的出行工具 不过在近段时间有很多小伙伴都感到非常的疑惑 为何火车在开动之后乘务员要将火车卧铺车票收走呢 原因很是感动 第一个就是乘务员将火车卧铺票全部的收走之后就进行很好的整理 防止人们在中途将车票弄丢 到了下车的时候乘务员都会将车票返回给各位 除了这些之外乘务员在收走车票的时候还能够统计实际的人数 如果有些人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赶上火车 那多出来的卧铺就可以给一些老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使用 让人们更好的休息 第二个就是坐火车的时候要很长的时间 有很多人特别累的时候就会睡着 并且睡得非常的香 错过了下站的时间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事情 那么乘务员将车票全部的收走之后 就能够知道每个人的下站时间 到了相应的地点之后 乘务员就会提醒乘客下车 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坐过站 上班迟到或者是其他意外的事情了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RD NECK